今天是關瀉節 在北臺灣關瀉最多的老座的生殊記憶 就是有超過百年歷史的 新北市壓流生命健康的活動 少年的勇士不怕風雨不怕冠 將到新郊跳一支冷氣 經驗在海水當中 要來代表洗條拍運 祈求大家新的一年 讓我回到平安時期 七位勇士們扛著神叫 頂著寒風大雨 一股作氣衝向漁港 接著要穿過冰冷海水游到對岸 也有傳統的神明禁港儀式 這樣的跳水動作就是要去除霉運 另一項重頭戲就是巡洋禁港儀式 由新北市長朱立倫領軍 帶著漁船乘風破浪進出漁港 由於今天海象不好 只繞行一圈 上岸後帶回了幾百尾的新鮮鱸魚 象徵漁獲滿艙 再把這份祝福分送給民眾 很開心啊 因為他們就是有風收啊 那我們也贊贊他們的喜氣啊 沒有沒有 那邊沒有這個活動 那這活動怎麼樣 很好啊 很好很好 很有意思啊 拿到漁獲每個人都笑開懷 連陸客也專程來體驗這超過百年歷史的 野柳禁港文化祭 每年都吸引許多民眾參與 也是當地人堅持要流傳下去的宗教聖典 就在林志堅新北日報道